注意 小月怎么样了 没事 睡吧 妈 要不然我也去跳一回吧 死了惨了 还给小月的一两百两 要是侥幸没有顺散 我也日清一回 我也见不过以前的绝情 是没有过的想法 瞎说什么呢小月 妈知道你委屈 知道你妈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有这种想法 千万不能 听她的事 摇摇摇就停过去了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你妹妹不一样 她从小就经不住事 可你不是这样的 你爸走了以后 你都是妈妈的主心骨 你说你要是也有这种情 妈妈真的不能活了 不是 我就是那么一想 不会呢 想也不许这么想 快记住了 不许这么想 你们看过这儿没 最近特别火 这是不是那个要自杀的女的 写的万一信啊 没 这个我也看过 不知道是真的很假的 两男朋友和他写 政府的不一事 怎样请他原谅他 要是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不能怎么原谅啊 对啊 他们俩在一起 缠着心安理得的嘛 遇成全是合案 哎 我怎么觉得 是他们DIP病房哪个 不会吧 哪那么巧 真的 我那天在医院门口 看见他姐姐跟他男朋友 抱在一块了 那小月月昨天不是 还留着信要自杀吗 全对得上 还有 你看啊 我们这写信的ID呢 叫小月月 DIP病房那个不就叫宗月吗 她那男朋友好像是 智琳子她那个 真的早就出院了 嗯 您先说可以出院了 但是福建还是得过来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照顾 不客气的 林总 时间不早了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我们愿意对智琳投资 也希望呢 我们这次能够帮助你们 度过这次难关 谢谢您对智琳的信任 那个今天我们谈的这些细节 我们会尽快地提早一份合同 然后赶紧给您递过去 然后如果您确认无误的话 咱们就找个时间帮她签了 然后看尽快把这个款给打过来 我明白 那么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好 再见 林总 再见 慢走 不送了 那 这这么快就太晚了 嗯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来 你又我愿意来啊 好 怎么样 都谈完了 他们会尽快把款打过来 您放心吧 嗯 好 不知道 二少爷这回 算是立的投资吗 你说跟我啊 这都是他该做的 嗯 听说是咱们灵啊 少 就是啊 太龌龊 太猥琐了 完了完了 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 彻底毁了 哎 刚才你们说什么的 没 没什么林总 我都听见了 林二少怎么了 这两天 网上有一透过万言自杀信 一女的写的 说她姐和她男朋友 居然背着她 搞在了一起 还要把她给逼死 有人把她姐姐给揪出来了 照片都传网上去了 还有人说 男主角是 林二少 这消息你们都从哪儿查的 在微博上搜万言自杀信 这上班时间你们瞎聊什么呀 领导是你们议论的吗 赶紧空子去 哇塞 原来是这三位啊 恶心 炒完一波又一波 楼主强大 难怪要自杀 高副帅 麻烦比我还多 灵二少 灵二少的风流石 从来没有终结 看看灵二少 糟蹋过的各色美女 其中 还有小月月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千万不要怪我 我这么做 其实全都是为了你好 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喂 阿姨 你说 老大 你让我调查林喜哲手头的 一期房款的总书和走向 已经有眉目了 好 我这就过来 小猪 不难事扶他 哎 刘姐 小猪怎么了 哎 邹宇 你还敢出来呀 报纸上都登了 真不要脸 哎 晓月 哎 等等等等 又干嘛 妈 你不要拦着我 我要去找紫正哥 他好几天又来看我了 好了好了 孩子别闹别闹 别闹了好不好 听她说几句 你姐不在家 我真的要说你俩句了 干嘛呀 干嘛这么钻牛脚尖 跟自己过不去呢 啊 就算那个林奇症 他不和你姐好 他就能跟你好吗 行了 孩子 别跟自己找别扭 找难受 又给人家添麻烦了 好不好 好 听话 拉筒你回房间啊 别拦着 好 乖 好 没事的 听话 好 别拦着 能详细说说你跟周围圈 又了解没得感觉过吗 周围的网上发生了 你真的给你看了吗 你知道你还是发生了吗 你知道周围的机会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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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怎么了 他在网上瞎写什么呢 对不起 我也是刚知道 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麻烦 能没麻烦吗 现在志连门口堵的全是记者 周围 能不能好好管管周围 别让他再这么吓胡闹 让他把网上那些东西删了 你再这么纵容他 真是会出大事的 齐总 你慢点 别拦我 林少 齐总 你们这是什么状况 我们这才刚刚又合作 啊 结果负面新闻满天飞了 你们究竟是在搞什么 行 你不用说 那些新闻写的不一定是真的 对吧 也许是对手公司 他们故意搞出来的 我不管背后是什么 我只看到新闻 写的是有鼻子有眼 而且带来了非常不好的社会言论 quisこ行 尴尸 我们正在考虑 还是不是要继续投资 行 来来来 您坐着 消消消气 消消消 听我说 这个志林啊 这么多年了 不至于那么弱不经锋 这座以待毙 现在我的危机公关 正在处理这件事 而且我马上会招开记者招待会 您放心 来来来 坐坐 走 倒点水 好 来来来 act 坐 坐 消消消 你不能进去 干什么呀 动手动脚的 不速规定你是记者 就是不能进去 干嘛呀 我做了记者 我整整办办 我怎么了 就是不能进去 你干什么干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 去去去去 美女 没伤着吧 志玲从上到下都这么 都这么隐瞒 我跟你道对不起了 这样 你看这个能不能补偿你啊 什么呀 电话号码 有什么事你直接打给女主角 不就行了吗 小月月的电话 真的假的 你打回去看看 你什么人呢 知道这么多 你就别管我是什么人了 做好你的独家新闻吧 妈 妈 小月呢 一大早就要去找林启正 被我拦着了 你走路了 小月 小月你出来 你出来我们要好好谈谈 出来 小月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你不能做什么事 你都有着自己性子吧 喂 记者 什么记者 哦 你问吧 对 我跟林启正当然是真心相爱的 这不是炒作 这就是真的 你要不信的话 我可以把我多年来的日记给你看 上面记录了我跟林启正的点点滴滴 你先看吧 密码就是我的手机号 谢谢你们的关心 开门 出来 不出去 你们都别喊了 假情假意的 根本就不关心我 不如为了呢 小月小月 怎么还又出什么事了啊 不知道 小月编了个故事发到网上 把我和他要林启正的事说 你不知道网络是怎么回事 现在所有人都在看 那网上的话可难听了 这 这孩子怎么成这样呢 小月你疯了吧 你干嘛呢 你赶紧把帖子给我删了 你凭什么教训我呀 为什么要删帖呀 有更多人看见这个帖子 就有更多人在背后支持我 这有什么不好的 关键你说的那叫真事吗 还支持你呢 网上那些人他们听风就是雨的 你知不知道 他们都在等着看你笑话 你趁现在还来得及 你赶紧给我删了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我挂了 不是小月 你现在在哪呢 我过来找你 你省省吧 我根本就不想见到你 小月 你要是再叫我删帖的话 我就恨你一辈子 小月 小月 老大 按照您的吩咐 所有的媒体都可以退掉了 现在只剩一家 南方报道的记者 这家媒体向来比较公正 要不要见一下 都不见 你把我的车开到后门等我 查 小月 你出来 总得吃饭吧 不吃不吃不吃 行了别闹了 听话好不好 吃完饭再说 好吗 启正 你试一试 周月呢 我来找他 在房间呢 阿姨 不好意思 小月又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我找他谈谈吧 杨伯伯 走开 周月是我 启正哥 启正哥 你终于来看我了 能不能把网上那些东西全部删掉 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样的 启正哥 启正哥 你怎么那么凶啊 你生我气了 你不要这样啊 我好害怕 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你还送我花 对我很温柔 听着 我送你花 对你温柔 只是希望你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我爱你姐姐 我才会这样对你做 如果我不爱她 我根本不会这样对你 我不想听 我不要停 周月你必须要停 启正哥 你别说了 我再问你一遍 能不能把网上那些东西全部删掉 我不删 我就是要你爱我 我就是要你 周月你的心里怎么能这么扭曲呢 你连你姐姐十分之一你都比不上 你这么做只能让我更加讨厌你 李吉祥 对不起阿姨 我话说我有点重 我希望能尽快警醒她 这次周月做的确实有点过分 造成的后果挺严重的 那还能怎么弥补吗 只能希望她能尽快想明白 把网上那些东西赶快删了 好啊 我们也尽量劝劝她吧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怎么撑到成这样 小月 来 把药喝了 姐姐 嗯 你特别开心吧 特别开心起诚哥骂我吧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你心盘里去了 对不对 她说我矫情扭曲造作 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她呀 说的都是气话 她那个人呢 大少爷脾气 升起气来什么话都说 不管不顾的 不过这次 我觉得你做的确实不对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 你可以冲着我来 怎么样都行 可是你现在这样做呢 伤害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呢 姐姐 就你最了解她 就你最关心她 就你对她最好 我就是个害人精 祸害 我害苦你们了 小月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活不开朗 阳光善良 你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人 你就那么恨我吗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从我知道绝望 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开始 姐姐 你以前什么都好 好学生 好女友 好女儿 我什么都比不上你 可是有一样 我喜欢的男人 比你的男朋友强 可为什么你非要 连他也给我抢走了呢 姐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 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 你看 我就这样了 你还这么漂亮 是不是 你要什么男人没有啊 你为什么非礼要他呢 我要是没有他 我这辈子就忘了 爱情不是要来的 爱情 不是我想要就要 我不想要了 就可以把它随便送给任何一个人 以前我们俩 就是害怕你难过 害怕你伤心 无数次的决定分手 也分不开 所以这次 我们俩不想分开 我们爱上了 小云 对不起 出去 出去 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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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小云 妈 我不吃了 我出去 去哪儿啊 你就别管了 小云 你干嘛 要出去啊 你不能出去 你不能出去 你只要起正哥了 我也要去 行哪 你别闹了 海鲜不够烦 是不是啊 瞎边乱造 写些东西 还放到网上 妈 我那不是瞎边乱造 那些都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跟姐说 跟你说 你们都不理解我 我只好放到网上 网上那么多人 总会有人等我心生的 小云 你不能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这么做 对你姐伤害有多大呀 妈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有多爱领起正 行了 风够了没有 领起正明明不爱你 是你非要缠着人家 把你姐姐害成这样 你就高兴了 是不是啊 这次你姐 为了你一天东奔西跑的 你呢 成天在家里 要死要活的 不能这么认性 小月啊 放了你姐姐吧 放了姐姐 那就是放了你自己 知道吗 你也嫌弃我了 是不是 就因为我残废了 要你们照顾 要你们花钱 拖累你们了 亲情什么的 真不靠谱 姐还不是 业无法过头 抢走了 吃正高 还有你 说不爱我了 就不爱我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吃饭 你就喜欢姐姐 让你找姐姐去吧 你让我自生自恋好了 别闹了 小月 二少 你可真棒啊 特用二美 想其人之福 是不是啊 兄弟 二少 二少 到底是年轻貌美的妹妹好啊 还是主动热贴 性感热辣的姐姐好 阿K 阿K 最近头条太多了 没必要再多贴一条吧 走 楼主 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我们可以帮助你 我们是历程一套的都市野花栏目 请你尽快联系我们 喂 是都市野花吗 我是邹月 我想要在电视上告诉大家 我姐是怎么样抢走我男朋友 狠狠伤害我的 你们有兴趣吗 阿K 到了 酒醒了吗 谢谢你啊 你说你啊 就不能争点气吗 刚刚那么一正严慈 拒绝了我的告白 我还以为 你这会儿跟邹宇 在两个岛上玩得正高兴呢 结果弄成现在这样 你说邹月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也想知道他想干什么 服了 不服都不行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听说志林现在也正难呢 邹月这么一闹 是不是麻烦更大了 我在想我上辈子 是不是欠那么劲了的 算了 不说这么点 我走了 阿K 等一下 你不想说 我也不多问 Ki哥 可以帮帮你 回去好好睡一觉 别想太多 上天不会给我们 承受不起的考验 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我也看过 我走了 拜拜 提醒你 它也得见 我 准备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跟叔叔啊 怎么对不起啊 怎么不能刺激他呀 什么我们要好好保护他 你数没数过这些话 你已经跟我说过多少遍了 邹宇 你要老这么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咬牙一动脚 你狠心不管他了 他是因为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又是因为你 什么事就是因为你 你知不知道毁 毁就毁在你 这些所谓的责任感上 人不应该有点责任感吗 有 当然应该有 可你是不是应该想想清楚 到底什么事因为你 是因为你吗 你知不知道你老子没救 我也难受 是 我们天天盼着他醒过来 醒过来 可他醒过来呢呢 还不是不行 你真是这么觉得的 对 我是这么觉得 那你他恶毒了吗 我恶毒 作为你认为我恶毒 咱那 咱们讲点道理行不行 到底是谁恶毒 是谁有异想症 是谁天天变态神经病似的 到底是谁 还跟我说吗 你别生气了 我都跟周月说了 我相信他将那有天会明白的 给大家多一点时间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别生气了 我怎么觉得这事过不去 你这是要干什么的 让我们小月不做什么节目的 你不是跟强人一样吗 是周月主动联系的我们 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您不能左右他的决定 要不这样 您跟我们一块去 我不去 小月也不许去 妈 我今天必须去 小月听话 别闹了 行不行 给我们这里家一袋 安您好好啊 孩子 给什么给啊 走走走 走不起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别跑了 走 小月 小月 妈 好 我马上就回来 你等我啊 对不起 妈 怎么了 腰扭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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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到家了 我们就不进去了 今天辛苦你了啊 谢谢你妈 不客气 你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打算怎么收场吗 怎么 你害怕了 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也没见你害怕呀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 小月 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 小月 你真是疯了 我是疯了 那也是被你们逼疯的 是 seeing you 是想起来 是想起来 我看起来 你把我给你带到这个女儿 你把我给你带到这些白色 不是是想起来了 我偈到这些白色 老公啦 我会是想起来 你怎么办 我看起来 好 要不 还是我陪你进去吧 我大伯那个人 你不知道 你应付不来的 说了不用了 就算他是喜正哥的爸爸又怎么样 我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还有什么好怕 林董事长怎么没有来 跟你这样的人见面 有我就够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董事长的意思 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你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我是真心喜欢喜正哥的 你的喜欢 我们林家销售不起 周小姐 做人要讲良心 林家并没有伤害过你 甚至于二少爷差点为你坐了牢 如果以愿报得是你家的家规的话 那么我们林家也将为此有所回应 喜正哥为了我差点坐牢 这是一百万 你先收下 加上之前你看病的一百万 给林家买一个安静 你千万不要先手 多了林家也拿不出来了 智林已经面临着回天无力的地步 林家也要破产 我不知道你恨其诚恨到什么程度 居然把他和智林 推到灭顶之灾之中了 好吧 就这样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请邹小姐自重吧 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忍不忍不忍他 小月 你在这儿吧 齐总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说 齐正哥为了我差点坐牢 还有林家因为我要破产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 我说 我说 智林破产肯定不是因为你 你只不过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怎么会这样 那齐正哥呢 齐正哥因为我差点坐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你特别危险 你已经好不容易求到一个专家给你做手术 可是钱不够 我哥想帮你 但是大伯冻结了他所有的资产 我哥只能铤而走险 动用了江家的资产 后来江家抓住小编子想要告他 幸快回来平息了 不然 得做好几年老呢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小缘 别担心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秦苍 带我去接林起正 小总 所以说有些话还是要当面跟您说 您看是不是给我一个和您见面的机会 这样我 小总 喂 老大 老大 你 你 是不是傻啊 谁让你把人家推来的 哪推来推哪去 他自己非得 小林总你不要骂他 是我一定要来见你的 你现在见着我 请回吧 小林总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会这个样子 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周月 就在刚刚 你亲手毁了一个唯一可以挽救智林的机会 唯一一个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了吗 外面做的那些都曾经是你的同事 他们在智林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 就是因为你 智林现在要扩产他们要失业 你满意了吗 你满意了吗 阿翔 小林总你不要赶我走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 周月 没有人愿意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想说 我去哪儿 我觉得我对你 我的平地 我怎么当这座兵 你真的吗 那我都想想这个 我说要去哪儿 你不能说 我这座兵 我不想回家 我谁也不想接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叫故地重游 小叶 你没事吧 根本就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 他们只是想看我的笑话 我现在完全成为了一个笑话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妈跟英姐多操心你啊 还有我 我也关心你啊 你关心我 你会带我到这儿来 你这不是诚心对应我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可以打球吗 谁说打不成啊 准备好了吗 我 我这样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我就是你的脚 发球吧 快 回 回 回 好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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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你都 你都 有了 来 来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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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啊 刚才那个球都怪你 都怪你 你要是再往前一点 我肯定就把他打到了 我要是那么厉害 怎么显得你厉害呢 也是啊 小月 好久都没看见 你笑得这么开心 你还是笑起来好看 齐聪 这件事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那我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这件事 你确实做得不太对 而且伤害到了很多人 关键你也没有因此 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反而把自己推为绝境 你自己也不快乐 对不对 我知道错了 可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想过 找媒体诚心诗实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